如果小朋友喜歡恐龍 想進入豬羅紀公園的話 就快點來九龍灣展貿中心的 豬羅紀恐龍探險世界吧 那裡佔地12000呎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好玩遊戲 包括有探索恐龍世界 與恐龍親密接觸 城劇恐龍 挖掘恐龍化石 組裝恐龍模型 室內遊樂設施 恐龍街機等 還有很多好真的恐龍模型 一看就覺得很吸引 在探索恐龍世界 小朋友會在黑暗的通訊中 手持著吊燈 找出動植物 恐龍和解答當中的問題 並會感受身處在豬羅紀公園的氣氛 這樣可以令小朋友盡情玩樂之餘 還可以令他們增長到 有關於恐龍的知識 而接受過訓練的恐龍 還會時不時出來 和小朋友互動和拍照打卡留念 更加和他們有親密接觸 讓小朋友的豬羅紀探險過程 有更加深刻難忘的經驗 在豬羅紀公園的世界當中 小朋友還可以站在不同種類的恐龍身上 在粗原上奔跑 享受其在恐龍上跑來跑去的快感 小朋友還可以扮成考古學家 在沙地上挖掘出不同的恐龍化石 快點來找出不同類型的恐龍化石 完成歷史挑戰啦 如果對恐龍結構有興趣的小朋友 更可以發身成為小小工程師 去動手動腦筋 砌出三款不同類型的恐龍模型 砌完之後 一定可以加深小朋友 對恐龍的了解 年紀較小的小朋友 一定會爭取玩一些 和恐龍相關的遊戲設施啦 包括波波池裡面的爆雲龍滑梯 小朋友都會爭取在他的嘴裡滑出來的 另外還有室內遊樂場 裡面有爬網和大型滑梯等 一定令到小朋友玩到不肯走 還有恐龍彈彈床 可以令到小朋友在上面跳得很厲害 很high 而年紀較小的小朋友 就喜歡玩恐龍雞雞遊戲 在雞雞遊戲裡面 他們要跟恐龍搏鬥和互相保護 真的好像置身在珠羅紀公園的場景 其實珠羅紀恐龍探險樂園當中 還有不少好玩的地方 例如小朋友入場之後可以獲得證書 然後他們就要去找和搜集一下託印 這樣就可以加強他們的成功感和對恐龍的了解 另外如果是熱愛恐龍的小朋友 又不妨到禮品部購買恐龍蛋 然後再敲打這些蛋 根據蛋中的數字 他們就可以換到一些禮物 這樣小朋友就真的可以做到滿了而歸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